我们好像经过了一个阿拉伯的社区 因为这 大卖厂 就周围很多案例之类的 对对对 不太安全 看好自己的包包 对对 在我这里没有外形 在我这里没有外形 没有没有 一上来就是属于团伙作案 是吗 但是他们忍错 我忍了 我再刷了一下 然后特别的餐 请观众看一下 你要扣出我的资源 这是因为什么呢 因为中国的破银行卡 限额好吗 建议留学生出来 不要办华夏银行卡 要死了 就是一年2018年 仍然取不出钱 已经持续了很长时间了 我以为也不知道为什么 看 这有军车保护 然后这是一个教堂 什么教堂呢 还是挺漂亮的嘛 然后我们现在去吃饭 吃完饭之后呢 我们去买保险 每年都要买保险 这个保险是半居留必须要的 然后呢 我们看看保险 每年保险花多少钱 然后在什么地方买保险 对啊 给大家建个 看看稀奇的 这是什么 这是厕所 看见后边有那么多警车了吗 看后边有好多警车 蓝颜色的 差不多能有个五六辆警车吧 都停在一个十路口 然后旁边还有好多这个围观的人群 不知道干什么的 然后我们就赶快离开了那里 万一出点什么事 惊动了中国大使馆就不好了 好 赶快离开这里 我们已经到这个买保险的地方 然后就是为了申请居留 每个人就要买一份保险 那这个地方就是买保险的地方 这有人生保险 也有这个汽车保险 在我这里没有办法 我们好像经过了一个阿拉伯的社区 因为这 没有是大卖厂 就是周围很多二黑之类的 对对对 我们不太安全 看好自己的包包 对对 好多都是商店门口写的都是阿拉伯语 卖的东西也是那种 好像就是中东地区的人吧 然后 不行我们打个第一回报分布 周围周围人挺少的 不像是一个特别热闹的地方 小姐姐的前方刚才被偷了 不是我跟你讲 真的就是 这些二黑之间 我们去的时候我们是走过去的没坐车 我就跟他们说 因为那个地方就是二黑的一些地方 对 我就跟他们说 你们小心点包 好吧我说完就要他们偷到我头上来了 他们一上来就是属于团伙作案 但是他们惹得错人了 这是一个有强迫症的风景的人 重点是我一上车的时候 我就看到我的包开了 我还特地把它关上了 哎 我都记得了你来偷我的前包 真的就有点水过去了 偷完之后 那那一帮的人突然就不挤我们了 这个我都没反应 然后车就突然感觉 啊好空 好空旷 他挤我的时候突然脑子一亮 我就不知道为什么当时会选择看我的包 所以我就看到我的包 结果我就发现 嘿 前包不见了 但是我很冷静 你知道吗 我很冷静 我没有像平时丢东西那么慌 因为我知道 就在他们身上 他们还骗我说 到后面去了 我跑到后面去 我一看 后面 安静的不得了 根本没有人那种逃窜的行为 对对对 安稳啊 我就回来抓了他们 我就不放 真的 也要四个人 因为他们好像同会也是四个人 对对对 如果你要我一个人的话 我再有本事也白搭呀 对对对 这就是欺负人少的 所以然后你知道 我们这个男生堵着他们 我抓着那个煮饭 然后我们后面那个小个子的妹妹 也是他们一人抓一个 我撑不下来 来意大利的小伙伴 一定要注意小偷告诉你 不会是每个人都这么幸运的 对不是每个人都这么幸运的 再说我们四个人 他也拗不过 知道吗 如果说是一个人 那你就完蛋了 完蛋了 那开心吗 事而复得的感觉 开心吗 我丢了真的左转 我丢了真的很不方便 注意小偷 好好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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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好